士兵们脚踏美元,萨达姆单手名枪 你敢相信这就是曾经的那个 遭受到联合国制裁 从富甲一方沦落到战火纷飞的 伊拉克硬核阅兵是现场吗? 而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幕 却真真实实地发生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岛 2000年的11月21日 大约有超200万的志愿者 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和当时伊拉克政府高官的注视下 来了一场时长约13个小时的 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游行 而参与这些游行队伍的志愿者 也都是伊拉克本地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们 他们虽不是军队 但更像是一直有组织有武器的私人部队 在声势浩大的游行中 他们脚踏有美元符号的地毯 来明确自己的立场 反对和蔑视美国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 并且主张对以色列发动圣战 来捍卫位于巴勒斯坦地区的 同时阿拉伯人的权益 而现在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 位于观理台上的萨达姆 正在单手名枪 为这些前来参与游行的志愿者致敬 而按理说伊拉克能够拥有如此强大且威严的部队 为何却在后来的 伊拉克战争中一触即溃呢 其很大的原因就是 无论是伊拉克的国有军队 还是视频中的这些拥有武装的志愿者 他们所效忠的对象 并不是自己的国家和宪法 而是效忠于掌控伊拉克政权的萨达姆本人 而萨达姆也很喜欢 利用这些仪式感很强的阅兵士 来提升国民对自己的声望 以此来加强他本人对国家军队的掌控力 因为他相信通过这些 声势浩大且宏伟壮观的场面 能够激发伊拉克本民族年轻人的爱国热情 从而才能更好地巩固自己的现有地位 所以说这场看似华丽且庄严的志愿者阅兵 其实就是萨达姆本人的一场私军表演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目的 即改变不了现有的局面 也不能提升本国民的幸福感 以至于后来美军攻入伊拉克的时候 萨达姆手下将领的表现 将这种看似威武雄壮 实则败叙其中的本质给一一暴露出来 战争时期伊拉克频繁地撤换甚至逮捕各地的将农 弄得整个国家人心惶惶 谁也不知道萨达姆的下一次铁拳 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虽然现在萨达姆让士兵们脚踏美元 以展现自己对美元有多憎恨 但后来萨达姆被逮捕后 人们才发现他最爱的就是美元 他所居住的总统府内 不仅藏则数十亿美元现金 就连萨达姆自己被逮捕时 他的双手还紧抱着一箱美元 这是多么的讽刺和可笑 所以回看历史 萨达姆在伊拉克的阅兵式 只是一场场华丽且空洞的表演 且唯一的作用便是 满足萨达姆本人的虚荣心和权力 让他自己和伊拉克那些被欺骗的国民 沉浸在他编织的谎言和幻梦中 不能自拔 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如果一个国家部队的存在 不是效忠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而是无脑的效忠当权者本人 不管军费投入多少 有多少导弹和军舰都始终不会成长为 以致真正民心所向的钢铁知识 这也是后来伊拉克战争中 萨达姆所领导的军队 面对美军进攻时 一处击溃的根本原因之一吧